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 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 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 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 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 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 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 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 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 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 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 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两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 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 耶胡达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过去几个礼拜 AI News的点阅率实在是非常的低迷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可以就是看了AI News之后 然后觉得很生气 但是自己什么都不用做 家庭教育 变性人一提祷告就好 左派暴徒烧基督教的孕妇中心 帮他们祷告就好 孩子要去拉斯维加斯吸毒 儿孙自由儿孙福 求主赦免 今天就来一个票房灵药 今天整集都会讨论川普总统 这样大家开心了吧 大家愿意看了吧 首先我们想要感谢每个月来支持我们的会员 我们会员数量已经达到了每个月103个人了 每个月有2300块钱的奉献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各位一直在支持 AI News爱报导 但是这样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我们每个月都还是经历经济危机当中 因为我们团队有三个人 布跟尼布甲尼莎的雕像下跪 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这个频道是100%由你这样的观众来支持的 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 生活很忙碌 赚钱很辛苦 但是我们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帮忙 而且不只是在金钱上面支持我们 我们还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进步 一起改善自己的人生 一起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加入我们会员之后就可以参加到我们Discord聊天室里面 里面100%都是跟你一样志同道合的人 不然他们就不会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抵抗左派文化侵蚀 我们每个人都要付出一起合一的抵抗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可以一点一滴的翻转这个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立基督教的价值观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是Ede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我从来不推荐任何人看CNN 我从来不推荐任何人看CNN 而且非常的有内容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这次在上面 真的是把CNN还有一群左派全部洗脸 川普真的就是一个 把事实跟逻辑一字排开 然后左派的主持人在上面很生气 然后很不爽 最后提早结束了20分钟 本来90分钟的Town Hall 变成了70分钟的Town Hall 反正就是非常精彩 让人感觉到这个 选举的能量又回来了 没有看的人 我建议大家真的去CNN看一下 真的太棒了 我在这里想要提出五点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川普这次上了Town Hall 除了让川普支持者 就是爽到不行以外 还有非常重要的元素在里面 而且这是2024年 川普跟他的团队整体的方向 这次让CNN真的是丢脸丢到 你现在如果去YouTube上面找的话 你会找不到完整版的影片 就跟我们的影片一样 会被洗掉 因为有些东西他想要展示出来 有些东西他们羞愧的 不敢放在台面上 这次Town Hall展现出来 第一个就是 川普不会在胡言乱语 他对所有的指控 都会把证据拿出来 哦 特朗普 Y bwd6 I said:"Please support our capitol police and law enforcement." They are truly on the side of our country, stay peaceful, stay peaceful." This was the day before and this was in the form of twitter. Now I use truth, truth social. I think it's far superior. I hope everybody is on truth. If you look, January 6th before 2.30 I am asking for everyone at the US Capitol to remain peaceful this is right after as it was happening but what happened is they took it down I don't know why I think they took it down because it was so good they didn't like it being up there I am asking and we didn't know until I got it back because now I have 90 million people waiting for me to go back but I'm on truth and I'm staying on truth listen I am asking for everyone at the US Capitol to remain peaceful no violation we want no violation we want no violence remember we are the party of law and order respect the law and our great men and women in blue thank you that was at 2.30 that was very early Mr. President I looked at the same timeline that you did No no but you didn't report that you know why because it was taken down it was taken down but when it was clear 你怎麼三天都沒有說啊 三天都沒有出面說啊 然後川普就說 我說啦 Boom 拿出一張紙 所有的時間表都在上面 左派常常做這樣的事情 隨便指控 類似的情況可以在歐巴馬跟 Mitt Romney 的辯論會上面看 The day after the attack it was an act of terror it was not a spontaneous demonstration Is that what you're saying Please proceed Government I want to make sure we get that for the record because it took the president 14 days before he called the attack in Benghazi an act of terror Get the transfer He did in fact sir So let me call it an act of terror Can you say that a little louder Candy He did call it an act of terror It did as well take It did as well take 2 weeks or so for the whole idea of there being a riot out there about this tape to come out You're correct about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indicated that this was a reaction to a video and was a spontaneous reaction It took them a long time to say This was a terrorist act by a terrorist group And to suggest 所以當時那個主持人出來幫歐巴馬說話 然後歐巴馬就說你看 對不對 再說大聲一點 再說大聲一點可以嗎 但是實際情況就是 那個主持人是在唬爛的 歐巴馬是過了兩個禮拜之後才出來說明 但是這個歐巴馬對不對 他是個左派的彌賽亞 他是個黑人 他就是神聖的OK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完全相反的 這位Caitlin Collins在那邊說 你怎麼什麼都沒有說 你怎麼都沒有出來指責 然後川普就說 我有說啊 所有的這個發訊息的資料都在這個地方 時間點都在這個地方 這個很重要 就是川普會出來把這些事實 隨身攜帶著 而且這些東西在2024的競選上面 會不斷的被提出來問 不斷的拿出來炒冷飯 左派最愛做的事情就是炒冷飯 對他們不利的東西 像說一些政策 強制管理 性教育那些東西 他們回應的方式就是 這個很重要嗎 我們討論這些東西幹嘛呢 地球要毀滅咧 我們應該討論的是太陽能啊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還要在意 拜登竊取國家機密文件呢 然後川普就是要全部抄家 他老婆的內褲拿出來檢查 他搜索他兒子的東西 這段視頻告訴我們 川普是有備而來的 而且會把證據拿出來 第二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川普這一段時間想了很久 他對於整個美國國家的政策 有非常多的思考 特別是在國際外交上面 我會和 Zelensky 他們都會有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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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24小時 那戰鬥會會結束 它會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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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完畢 我沒有想到 贏和贏 我沒有想到 我以為我們 要不斷殺這些人 然後破壞 他們 會破壞 現在 你… 我可以說 你不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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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跟我說 那是很重要的 我可以說 你可以說 你不想說 Ukraine 或者 Russia 要得到這次戰爭 我希望大家 都會死 死 Russians 和 Ukraines 我希望他們 都會死 我會出發 我會有這次 我會成功 你需要 你不想說 你不想說 你不想 那些人 你不想說 我願意 我願意 從多年 因為他們在20億元,我們在170億元 那是他們的問題是誰會贏的 他們有很多錢,他們應該贏的 我跟 NATO 跟 NATO 一樣 我問你,我現在要把他們放了一百億元 他們不在乎歐巴馬和 Bush 和其他其他議員 那是他們能幫助他們 因為我的錢 很妙齁,對不對 這個女的,你有沒有認識就是某個女生 然後他永遠都不會聽進去任何東西 然後就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一堆廢話 你要不要烏克蘭贏嗎? 我不在乎誰輸誰贏,我只希望停止戰爭 那你到底要不要烏克蘭贏嗎? 我再說一次,我想要停止殺戮,停止殘殺,停止戰爭 但是我這邊說的是烏克蘭啊,對不對 你到底要不要他們贏嗎? 川普回答是一個非常經過深思熟慮的一個答案 左派的想法很簡單 衝啊,殺啊,第三次世界大戰 oh yeah 然後炸彈丟到莫斯克 暗殺普丁,撵平克林姆林宮 別想再說什麼去除烏克蘭的什麼境內俄羅斯勢力了 烏克蘭要打回去,打進俄羅斯 攻擊就是最好的防禦啊 Let's go, baby NATO No.1 這個就是左派的觀點 就跟他們看台灣跟中國的關係一樣 保守派的觀點比較不一樣 特別是在國際關係上面 你是要摧毀俄羅斯 你是要烏克蘭打進俄羅斯 你是要奪回克里米亞 你要烏克蘭加入北約 這些東西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這些行為會導致當地的情形降溫嗎? 還是會讓我們越來越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戰 然後全部都被核戰轟炸死 為什麼美國對於台灣獨立這個東西這麼的曖昧? 就是因為美國的保守派在問 台灣獨立對美國有什麼好處? 台灣獨立對海灣有什麼好處? 好像也沒有 只是讓中國有一個機會打台灣的理由而已 現在台灣過得也好好的 中國也沒有理由 美國的總統如果 no need no code 說 我們鐵定會幫台灣的話 後果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台灣好好演一出戲 演一出我想要台獨 然後中國跟著演不可以台獨 然後美國在旁邊說 你們都別吵 乖乖 這個樣子對台灣也好 對中國也好 對美國也好 而且不會打仗 不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川普知道這一點 川普知道很多事情都只是面子問題而已 如果川普回答的是就是 我們就是要烏克蘭贏啊 這樣的說法只是可以讓俄羅斯可以很確定 美國在意的 美國就是刻意的要擴張北約 刻意的侵略俄羅斯 而且刻意的想要推翻俄羅斯的政權 更可以確定就是 美國跟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當中的角色 不只是一個旁觀者送武器而已 這場戰爭是有美國的政治目的的 但是左派不怎麼想 因為他們沒有腦子 他們只要面子 共和黨內的好戰派也這麼想 因為他們想要賣武器 想要戰爭 然後川普在這邊說的 我完全同意 就是要講魂 結束就好 有話好好說 不要沒事就拿出槍來互打 死人對誰都沒有幫助 所以這個回應是非常棒的 並不是一個軟弱的和平派 也不是一個神經病的好戰派 他給了一個非常非常棒的回答 我們在這個市民大會可以了解就是 川普還是超級搞笑的 我還沒有在這個女子 我 aldrig在這女子 我還沒見到這女子 我认为她在前面的门前面 我突然间接受她的 她突然间接受我 我们有这种精彩的精彩 我们走到一个厨房的厨房 我们有这种精彩的精彩 然后我们就会在一层的装置 在BergdorfGoodman 就是最红柄的 dramas 然后她找到他发现是关门的 她说她找到了一层的 她找到了一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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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 那边人她系起来 你把他在一层的装置 都会比较逼才 这是一个庄房 对我家的一层 當時我的壇子都在英文學院中餐廳 我不會進入 隕屋屋裡 康蕩署 如果她被褲蕲 幻道,她被褲蕲蕲 那她被褲蕲蕲 結果他真的是很搞笑 他就是在這邊說 這個女的的證詞 還有這個女的的指控 還有這個女的故事的內容 這麼傻 跟一個電影情節一樣 我走進去這個Burgandolph Goodman 雖然我從來不進去那間店 然後接下來就是 一切就是愛情的喜劇片的內容一樣純 最後一段真的很好玩 因為川普其實以前就是跟左派混在一起的 他在電視圈裡面 電影、商業 很多左派的人圍繞在他的身邊 他同時又是個大富豪 又是一個花花公子 但是大家最後說的就是 我用我兒女發誓 我從不會這麼做 我根本就不認識這個女的 這一切完全都沒有發生 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事情 而且對於他強姦人的指控沒有發生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最好四兩波千斤的方法 說真的 誰會相信川普真的強姦的那個 E. Jean Carroll 你看過他過去三個老婆 跟這個女的照片擺在一起嗎? 誰會想要去強姦他呀? 不只是這個樣子 連這個女的他自己都說了 這是很理想化的 Fantasies 而且說強姦是一個很性感的事情 Rape is sexy I mean it is a violent assault It is not a sexy I think most people think of rape as being sex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nk of the fantasies We gonna take a quick break If you can stick around We'll talk more on the other side You're fascinating to talk to 你看連CNN的主持人Anderson Cooper 都聽不下去 都說我們進行廣告 這個女的腦子好像有點有問題耶 我們搞先Re好了之後再繼續好嗎? 這段非常非常的好笑 我們的新聞沒有報導這一段政治八卦 我知道各位很喜歡看這類的廢話 但是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講一點幫助都沒有 但是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難得探討川普的個人魅力 然後在裡面 川普說了一個更好笑的東西 就是這個女的把自己說得跟聖人一樣 一個被強姦的聖人 然後把他的貓的名字 取名叫做陰道 這個女的 我沒有認識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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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跟她和她的男人一起拍照 那位男人是John Johnson 他是一個新聞記者 很棒的男人 她叫她一個蟲子 她是美國人的 她叫她一個蟲子 審判不允許我們放在那裡 她的狗 或是她的狗 叫Vagina 審判不允許我們放在那裡 她們在指控川普一個 最糟糕的罪名 強姦罪 然後川普的回應就是 沒有 我怎麼可能強姦她 她胡扯 然後別人就說 你是在說她沒有魅力嗎 這是在毀謗耶 你必須付這個女的500萬 因為你說你不可能強姦她 然後川普就被說有罪 現在美國的司法真的是很沒有司法 這個樣子的胡扯的罪名也可以成立 就跟一個人在公共場合問我說 欸 你還有在打你老婆嗎 然後我不管怎麼樣回答都很難看 所以川普怎麼做 他就是把這整件事情當成一個 玩笑四兩撥千斤的撥掉 把這講成一個浪漫喜劇 OK 兩個人一見鍾情 下一秒就跑進去 人家的商店的更衣室裡面來一發 那這個樣子就不是強姦了吧 如果是兩個人一見鍾情的話 這個方法很好 特別是對於川普這個人 他的職業不是個什麼牧師 不用做什麼事情都綁手綁腳的 不用什麼都不敢說 現在的美國需要的就是這個樣子的人 需要就是不害怕的人 什麼事都考慮到自己的形象 一天到晚被偶像包袱 那個不要說 這個不要講 那個傷害人 這個傷害那個人 就好像基督徒就要當聖人一樣 然後對這個世代所有的骯髒邪惡誤 都必須要完全的包容 就像原諒的No-ni-no-koru一樣 去看以賽亞怎麼說以色列的就好 你完蛋啦 你不檢點 這個東邊這個敵人 西邊這個非利斯人 全部都要打你 你還繼續搞 最後神會讓你由內而外的爛掉 臭刀跟什麼一樣 自己都認不出來自己 美國現在需要的 就是像以賽亞那個樣子的先知 OK 說實話的先知 而不是愛大於律法 愛包容一切 不要動怒 那樣子的先知 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這個攤號最重要的第五點 就是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一點 也是川普競選團隊最需要表達的 而且這個是做給共和黨的基本盤 建制派 還有那種自己以為自己很道德崇高 然後不敢說實話的基督徒有看的 畢竟這樣的人是絕大多數 就是川普這次是一個很有紀律的人 他不會在這麼的大嘴巴 他會在大家面前表現出一個 紳士的樣子 你的第一次廣告 当时你很愚蠢人,你会看到什么事 很多人在这个视频 可能有些人不懂 但很多人明白了 那是一个决定的选择 而是一个残酷,我们曾经过过 它是很严重的地方 全世界都看了它 他们看了 exactly what everyone else saw 你只看了一遍 51个人的官员 那是16点分别的 如果你看到 的法案,你跟朋友看了,在网友看,你和支持者那些人有公司的信息,你看,你公司的信息是否判施了,它不是一旦定了,你和你的支持者 這是碾壓CNN主播的畫面 其實不只這一點而已 建議大家去看完整版的 好笑、風趣、有意義、又實用 如果是2020的話 你覺得你會聽到川普讓 No-Nin-No-Colo的CNN主播說那一串廢話嗎? 絕對不可能 他怎麼可能會讓那個女的有說話的機會 如果這次2020的話 沉不住氣的川普的話 他馬上就會開始跟那個女的嗆聲 就是你有沒有看新聞啊 You're CNN, you're fake news 在這邊川普展現了非常大的紀律 你聽到那個女的胡亂的指控 我還鍵盤後面都打了一串字留言了 證據這麼多 郵寄選票隨便亂放 亞利桑那州51個人住在一個空地上面 一個柱子可以有39張選票 喬治亞洲你看他們從桌子裡面 把選票拿出來 網路上這麼多的影片 計票員在這邊自拍 看到川普的選票直接丟掉 新聞拍到那些美國郵差 直接把郵寄選票直接丟掉 各式各樣的東西 我都想跟那個女的吵一架了 但是川普沒有 這次他展現了超強的紀律 我很確定 這一定是一個刻意的行為 他的行為就是要告訴 所有的共和黨還有那些基本盤 知道說他很穩定 他很沉穩 而且要告訴共和黨的人 這一次他不會再給民主黨跟左派那些 免費的子彈讓他們無限的攻擊 這次的選戰他是有一個有紀律的選戰 但是最重要的一句話 並不是從這個Town Hall裡面出來的 而是從前一天川普宣布 他要去CNN Town Hall的影片上面出來的 對 很特別對不對 為什麼CNN要辦一個Town Hall呢 其實跟我們的頻道一樣 大家都喜歡看一些自己不太能做什麼東西的內容 陰謀論那些東西的 看CNN的人就是喜歡看川普 其實看川普被攻擊 看川普被主持人罵 好像川普很笨 就好像我們的節目一樣 如果說內容是在說 拜登多爛 拜登多虛假 川普多棒 川普回來拯救美國的話 就會有很多人看 但是如果說節目內容的話就是 你要改變你自己 你要做一個基督徒 你要認罪悔改 你要帶著你的孩子認罪悔改 你要家庭教育 就沒有太多人想要看 絕大多數的人都只想要湊熱鬧 不想要改變什麼東西 絕大多數的人把政治人物看成是偶像來看 當成是救贖者 然後什麼都不願意自己去做 這就是為什麼CNN會想要川普回來 因為川普是他們的票房領要 只要他在 只要川普在 他們的收視率就會很高 廣告收入也會很高 這個Town Hall 相對來講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每個人都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了 左派又可以再度生氣了 他們活著就是為了生氣的 川普又得到了一個碾壓假新聞的最佳平台 這位CNN的這個什麼Katelyn Collins 得到了好像女英雄的這個機會 OK 保守派也看到川普的正直 而且不但沒有變弱 而且更有魄力 腦子更清楚 成為一個更成熟 更有紀律的一個人 但是 沒有罵人 這個我個人就不太爽了 OK對不對 我知道各位是基督徒 但是 看他把左派罵一頓 其實是非常開心的 我也是吃瓜群眾 然後看到最後 川普才讓我感覺到 開心 我們可以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這些東西對川普的競選有沒有幫助 某層面來講 這是一個取悅真正的保守派 跟川普支持者的一個大型活動而已 對於中間選民其實幫助不是很大 很多人說 Ron DeSantis就是建制派 你看都是誰在捐錢給他 都是誰在支持他 但是川普跟Ron DeSantis比起來的話 DeSantis是比川普更會使用政治力量的 更會使用政治的權力來打擊政敵的 川普反而是一個比較深藝人的想法 促成雙贏 不過我知道就是 這一次一定要選川普 因為只有他才有這個決心 來去做該做的事情 川普或許不是一個 很會用政治力量去做事的人 但是你看他在COVID的時候 跟福奇博士妥協 然後再跟加州的這個Diane Feinstein 在槍枝上面妥協 還大聲的鼓勵說Diane你做的好棒棒 都顯示了他不是一個會強力的使用政權的政治人物 但是這一次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Town Hall Meeting 川普就是一個吸眼球的大明星 這就是為什麼CNN他們會讓他上節目 他會不斷的播報他 川普一去打高爾夫球了 CNN就沒新聞報了 從歐巴馬那個時候開始的選舉 就只是因為他是個黑人 所以他做什麼東西都是對的 史上第一個美國黑人總統 而且歐巴馬天生的氣質 氣魄講話工具 罵人不帶髒字 他就是左派的米賽亞 就算他所有的政策全部都是貪污無能 敗壞戰爭 但是他很會投籃 可以跟Michael Jordan one on one I don't know 我們的媒體被訓練了八年 只能拍總統的馬屁 然後川普打亂了整個節奏 他們本來工作可以繼續的 就是希拉蕊 史上第一個美國女人總統 天生立直氣魄講話 Anyway You get the point CNN需要川普回來拯救他們的州市率 我們保守派也需要川普回來拯救我們的國家 或許有比他更成熟的候選人 或許更會使用權力去做事的候選人 但是只有一個川普 而且川普做的只有川普能做得到 我們可以說 Desentis很棒啊 他愛親節有禮貌 人人見得都喜愛 沒有爭議性 然後又不會說髒話 但是很抱歉 在這個扭曲的世代 我們需要的目前不是Desentis 那樣子的懦弱 連自己的公民在紐約被起訴 都不敢有任何作為的總統 然後冠冕堂皇在那邊說 這跟我沒有關係喔 我不會介入 我們需要的反而是像川普這個樣子的人 就像各位看AI News 不是因為Ethan彬彬有禮 然後說話得體 而是因為我敢說實話 而且我敢去做到我們說的內容 川普或許真的很棒 或許說得真的是大快人心 但是我們要知道的就是 能改變我們世代的 我們的價值觀的不是川普 而是我們自己 川普能當總統很好 但是只有我們迴轉向神 才可以拯救我們的國家 不然就算川普當了四年總統之後 我們又會選出一個 左派的No need no call 路 如果我們沒有建立正確的價值觀的話 投票的還會包括你的孩子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請問我們 時尚貴的 我們請問我們 請問我們